第四题,诱图代表某电解值溶于水后解离为甲乙两种带电粒子的示意图,不代表实际的大小,水溶浴中甲粒子与粒子的数量比为1比2,若已知甲为硫酸根,则下列有关此溶浴的叙述何者正确,诱图中A电极接到电池正极,选项B说,为通电池,甲汗以均匀分散且静止不动,这个是错的, 电解值水溶液没有通电的时候,正负离子会在水溶液中到处的移动,而不是静止不动,选项B是错的 选项C,水溶液中甲粒子的总带电量高于乙粒子,这个当然是错的 老师上课强调过,电解值水溶液一定是电中性,正离子的总带电量一定会等于负离子的总带电量,所以呢选项C是错的 选项C,通电后甲粒子会向B电极移动,乙粒子会向A电极移动,这个也是错的 我们甲氏硫酸根带的是负电,负离子会移向正极,就是图中的A电极 所以甲粒子会向A电极移动,选项C是错的 选项A说,乙可能为钠离子,NA正这个是对的 因为甲氏硫酸根是负离子,那么另外一个就应该是正离子 同时因为要保持电中性,我的硫酸根带两个负,NA呢只有一个正 所以它的数目比呢应该是1比2 就如题目上所说,甲粒子与粒子的数量比是1比2是一样的 所以呢选项A是对的 第四题问我们说,则下列有关此荣誉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,以可能为钠离子,NA正